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你用50元钱买了一张电影票看电影 开场半个小时之后呢 你发现这部电影根本不值得看 这时候你选择继续坐着坚持看完 还是选择中途离场呢 不出所料 多数人呢都选择将电影看完 他们都认为 既然50块钱花出去了 就不能白白浪费啊 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 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当下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需要忽略你的50元钱 因为它已经成为沉默成本 就是钱都已经花完了 对现有决策而言 毫无价值 如果你选择留下继续和这部电影纠缠 你后续的时间和心情都将继续被消耗 和被影响 得不偿失 或许忍住看完一场不好看的电影 对你的生活的消极影响不大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人因为不甘心 不能做出理智的选择 宁愿和消耗自己经历的烂人烂事纠缠 死守着一堆烂摊子 痛苦着 消耗着 沉沦着 最终的受害者 只能是自己 别高估人性的善 请远离 垃圾人 人性是无比复杂的 善和恶 就像天使和恶魔 始终在心里潜伏 柴静说过 永远不要高估人性的善 永远不要低估 人性的恶 人性的善良 美好与正能量 让我们想去靠近 人性的恶 贪婪 自私 冷漠 暴力 让我们恐惧 所有人的身上呢 都有恶的成分 有人多 有人少 有人发作了 有人在克制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 不可无 我们要不断审视自己 管住自己不作恶 同时我们也要远离垃圾人 小心人性的恶 烂人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蛮横不讲道理 无知者无畏 不停地触犯你的底线 另一类是明知自己不对 却故意为之 没事找事 损人利己 尼采曾说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已成为龙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忆凝视 任何时候都别高估了对方的人性 低估了自己的危险 遇事不要总想着出一口气 你用嘴巴讲理 他用拳头玩命 别和喝醉酒的人吵架 别和渣男谈感情 别和脾气暴躁的人讲道理 避开满身力气的人 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 也别因为放不下心里的执念 让烂人持续伤害你 所以千万不要在烂事烂人上纠缠 碰到烂人时 第一选择 不是去怎么纠缠和斗争 而是应该赶紧远离 或是采取合理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 保障自己的安全 及时止损为上策 惹不起躲得起这一句话 不是胆小怕事 而是一种睿智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是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 生活中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则由你对所发生事情如何反应而定 其实多数事情本身并不糟糕 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它 心态是最好的本钱 生活中有很多事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你越是在破事上纠缠 处境只会越来越破 越来越糟 因小失大 得不偿失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是蠢 八卦的事呢 听听就好 别将大好年华用来八卦 更不要因为好奇 去一探究竟 反而惹上麻烦 引火烧身 鸡麻蒜皮的事 不必太过纠结 心烦也好 开心也罢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成为过去无法改变 你只需善待自己 及时止损 跟烂人烂事计较 只能降低你的智商 拉低你的层次 跟烂人烂事对抗 只会损害你的心情 危害你的安全 与其死缠烂打 不如转移注意力 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学会及时止损 趁早远离那些 不断消耗你的烂人烂事 将更多的时间 用在善待提升自己上 才能活出价值 请记住 不纠缠的人 最好命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 我是主播安东尼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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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